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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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善啦咧 歡迎回來簡單設計 我是Win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挑家具 這件事情應該要自己來呢 還是要交給設計師來幫我們挑選家具 相信這是很多觀眾常常會思考的問題 你們的心聲我聽到了 今天就來聊聊挑家具 這件事以及一些挑家具的訣竅 好我們就馬上進入今天的主題 挑選家具的時候應該要自己挑 還是要交給設計師去幫我們做挑選呢 我們可以從價格挑選的風格 以及花費的時間這三點來做討論 首先是價格的部分 很多人覺得說自己去逛家具店 挑選家具會比請設計師幫我們挑家具 在費用上會來得更加的省錢 但有些家具店的議價空間其實蠻大的 要談到多便宜的價格 其實就要看自己的議價能力到哪裡了 而有些進口的家具品牌會比較硬 有時候需要達到一定的金額 他們才會釋出一點折扣 如果對於以上這些自己比較沒有概念的話 關於自己去家具店挑選家具會不會比較省錢的這個問題 說真的會很難說 那如果交給設計師來幫我們挑選 家具的預算其實是可以跟設計師做討論的 並不會說你跟設計師說我的預算只有50萬 然後設計師卻去挑了80萬的家具給你 這樣落差太大 不太可能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設計師通常在幫業主挑選家具 都會盡量去依照業主的預算來做設定跟尋找 但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找設計師去幫我挑選家具 他們會不會跟家具公司談回扣的問題 進而讓我的家具金額變高了 關於這一點呢 真的就是要看設計師了 但是通常這種情況不至於到太誇張 就我知道的其實也有蠻多設計公司 在幫業主挑家具的這件事情 其實都是算服務性質的 例如乾單設計 並不會主動去跟家具廠商要求回扣 藉此拉高家具的價格 因為業主在有限的預算之下 要挑選到適合的家具 這件事情會直接影響到整體設計的呈現 也就是說會影響到設計師自己的作品 所以對我們來說 讓業主在有限的預算之內 去挑套符合他們理想中的家具 以及能夠配合我們設計的家具產品 才是最重要的 但如果有上面我說的這些疑慮的話 大家也可以先花一點時間自己去逛逛家具店 選幾間你喜歡的店家或者一些家具的款式 再請設計師一起幫忙挑選適合的家具 好 再來是家具風格的挑選 如果是自己挑選 當然有機會可以自己選到自己喜歡的家具 不然自己會選自己不喜歡的嗎? 但需要注意的是 家具跟我們的設計風格是否搭配 像是挑選的顏色或是尺寸就顯得特別的重要了 如果是由設計師來幫我們做挑選的話 設計師會比較容易快速的幫我們找到 符合整體設計風格的家具 在設計的整體上一定會更加的完整 比較不容易會有花了很多錢買了家具之後 家具到家之後才比較不容易會有尺寸不合 或者是顏色不搭的問題出現 好 最後是時間的問題 我們自己選購家具的話可能就要花很多時間來逛家具店 也因為自己平常可能對一些家具比較沒有太多的概念 因為平常都沒有在看嘛 所以相對的也需要自己做很多的功課 會花很多時間來比較各店家的價格品質 風格評價等等 但設計師的腦袋裡面 對於家具會有一定程度的Database 這種情況下交給設計師去幫我們挑選 相對的時間就會節省非常的多 也比較能夠依照業主的需求預算 快很準的找到合適的家具來讓我們做挑選 也會節省掉很多我們去做功課的時間 有時候甚至如果剛好有相對應的家具的3D模型圖 甚至也可以把那個家具放進3D圖裡面 讓我們直接看到這個家具擺進去我們家裡面的樣子 Perfect 好 那跟大家做一個總結 如果你願意花大量的心力跟時間去逛家具店 自己也能夠把握好家具的風格以及尺寸等相關的問題 價格的控制也能夠拿捏得準 說真的也可以考慮自己去挑選家具就好了 但如果你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 可以去做這麼多功課 以及去逛一家接著一家的家具店 也不太清楚要挑哪一種風格的家具 才能跟自己家裡面的設計去做一個完美的搭配 這時候真的會誠心的建議 大家可以請自己的設計師去幫我們做一些家具的建議 以及提案 將家具跟整體設計的搭配會更有保障 至於預算的部分也都可以跟設計師們討論好 我相信很多設計師都不會故意去找超出你預算很多的家具去做建議 好 以上是我對於家具挑選的經驗分享 如果大家也有挑家具的一些相關的經驗想一起聊一聊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喔 那我們這一集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再見囉 HELLO HELLO